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 订阅 转发 打赏 这怎么还耍赖皮呢还 随王的三金营动了 八月十五便会抵达庆丰镇 时时中秋 兵力松散 若是庆丰镇遭遇突袭 京城便会失去缓冲之地 怕是会彻底失守啊 随王这是终于坐不住了 要起兵作乱了 怕是我们入京查大先生起 他就由此打算了 八月十五 这个随王还真是让人不省心 就不能让咱们好好过个中秋啊 本侯千里迢迢地赶过来 你们竟然躲在这里说悄悄话 赫妹妹 你们怎么来了 自然是想跟刘姐姐你们一起 准备过中秋啊 你们来得正好 今日就怕不热呢 嗯 美味加油 好 咱共饮一杯吧 这京城的鸭肉啊 果然天下一绝 某些人还说 今日要亲自下厨呢 结果朋友一来 就撂挑子了 是怕自己的厨艺上不了台面吧 还要亲自下厨 华阳王啊 你这是想当交夫啊 你不在家里面跟太夫人团圆 跑这儿来凑什么热闹 还让我下厨 我们真计 如今是朝廷亲选的育供瓷行 乘胜追击 我们已经联系了京城最大的瓷行 运了些新烧制的款式 就等着中秋赏月 彻底打开局面 你看看 又是中秋 急不可施啊 中秋节 人多热闹 立于事 只怕侯爷是忘了 我家夫君 从前做的是亏本赐行 一点生意经都不懂 忘了忘了 贵人多忘事啊 夫人这是何意啊 友朋自远方来 今夜自然要放松一下 莫要再想那糟心的朝局了 进了 我偷进了 进了 走 可以了 白烟王还是有点东西 瞄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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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心热则剑日 你差一点 就张那和嘴 别 别着急 别着急 准备好啊 走 差得不多 差得不多 你来 走 这怎么还耍赖皮呢还 那已经我正确的 不见 这样 你知道眼下对手最忌讳什么吗 忌讳什么 横生枝节 眼下 他看似是一瞬百瞬 可到了关键时刻 有一步路走错了 后续不接 无法顺行 节奏和排步都被打乱了 便功亏一亏 可就无法全乎了 那夫人说的 横生出来的枝节 指的是谁啊 对你的事